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第一年第二年的我们检视过了 现在是隐藏的计划 第三年我们看不到 但是现在因为朝野立委都去要 现在拿到了 他有一个指报告 六十亿 今天靖州刊说他抄了二十九页 抄了几乎二分之一 所以靖州刊说他非常严重的抄袭 这样他还逃得掉吗 他说他今天的说明 说他叫做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意思是证明有抄 只是合理而已 今天我们要来看他抄的整个状况 以及对整个选情的影响 除了抄袭以外 他自己爆料 说有人要向他报告 他有绯闻 他有小三 他没很想起 奇怪 我做节目这么久 没听人家说 他为什么自己爆料呢 莫非如郑运鹏说的 他是要打预防针吗 还是说针有其事呢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为什么他当时在跟韩国瑜选总统 副总统的时候 有所谓的公主号路线 那么讲到桃园 郑宝清 他说他本来也选择林志坚 说抄袭是不对 他说他的干干净净 结果四叉猫再去追 用论文比对系统 大家看看他这样没有抄吗 叫四叉猫公布了 他说你这太漏了 然后他要告我 我就想说奇怪 我千太万太 他要告我什么 那么另外是新竹市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 今天也被爆说 他论文抄了六成 六成是抄袭的 朱立伦都说只有这泼脏水 原来这就是朱立伦的标准 今天主要是 做了台北市萨喀都的民调 陈时中领先了 蒋万安七个百分点 那么看好度也是领先 那我们会来解读 这个民调怎么看 另外是免治马桶 台北市难道不应该装吗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栋 新北市的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系教授 范世平方老师 范依哥好大家好 以及前桃园市社会局 非盈利组织的主任魏云 大家好 魏云这次要选桃园市的市议员 对 有分区吗 中立区的市议员 中立区 对 那魏云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民主前辈 魏亭朝的这个签金 另外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 中年华 洪一好 大家伟好 以及陈时中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林楚英委员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蒋万安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黄梓哲 洪一刚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待会网红视察猫 也会加入 那么这是最新的 靖周刊说的 说他的三年起研究案 最后一年 2009年报告 原来没有公开 就朝野政党都去向农委会要 农委会上个礼拜就公开了这个报告 结果靖周刊检释了 这个陈锋了13年的结案报告书 发现其中的止报告 出现严重抄袭 这已经定调了 严重抄袭 那抄袭的多严重 60亿超29亿 几乎是一半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不是抄袭 也不是剽窃 在诸中存法里面定义 是合理使用 颁法条强调非抄袭 因为现在又告出 张善政担任宏级副总期间 2009年的研究报告 跟NCC委托工研院的研究报告 有多处复制铁哨 张善政团队的报告中 介绍IPTV国内外信矿 包括IPTV定义 网际网路协定服务等 都跟工研院报告一模一样 连最后参考条目 多达50个 张善政团队照搬 顺序都没改 等于60页内容 超了近29页 达近千词相同 出社闲抄袭 NCC在2006年 委托工研院进行研究 总决标金额98万 跟张善政团队 2009年的研究总经费 1740万差很大 永久资料领工厂再惹 本来就是收集网路上 最新的资料 最新的资料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收集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最新的 来看看报告中的香港案例 工研院报告解除 宽屏电视 NOTV到2006年用户70万 占香港近三分之一家庭用户 张善政团队将2006年 改成目前然后贴上 但根据网路资料 NOTV在2009年 客户序目已超过百万 农委会如果觉得这个案子 当时不应该验收的话 他应该先回去现场 当年在苏家全主委时代 这个计划 为什么可以通过当时的验收 张善政声称 苏家全任农委会主委是验收 但根据农委会资料 这个案子在2007年 招标完成 但最重要的其中 题目审查验收 都是马政府时代的 2008年6月12号跟7月1号 仔细看这个核销 是在2008年的6月跟7月 核销第一个年度 审查是由哪一任政府 他都要说谎 这样子的人 说自己是清白的没有问题 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张善政领军的研究报告 在马政府时期通过审查 同意让大幅拼凑的报告 临走5700多万公堂 这笔公堂的CP值 恐怕很难说服纳税人 今天我们的政策刊说 60亚超级19亚 那么严重抄袭 非常严重的抄袭 今天张善政的回应是这样 他说根据著作权法第50条52条 他都已经容许合理的使用 所以不是抄袭 也不是剽窃 是合理使用 在著作权法里面定义是合理使用 博次抄袭一说 你有去抄袭吗 我不要抄袭 我那不是抄袭 我是袭而已 应该是感觉上是这样 那就是说每个人看法不同 有没有做 有嘛 他现在是 博文 他这样是生人了吗 我说实在 他没有承认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不是 他的生人有抄啊 有抄 但是他说我没抄袭啊 我是抄袭 我没抄袭 抄袭是你说的啊 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 坦白说我认为实在是非常的厚言 什么厚言 厚言无耻 你说的 厚言 我意思说真的这个事情 是社会大众哪里接受 张大哥我这样讲 五千七百万是一个 对对一般的这个学者来讲 坦白讲都是天文数字 他今天是进一步被抓包说 六十页里面有二十九页 都是有涉嫌抄袭的一个状况 我也不是说 你这五千七百万 你就要给我研究出 那种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结论 或者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结论 但至少你这五 你这个六十页里面的东西 至少要有相当的这个见解原创性 或者是经过你的分析比较之后 确实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但是不是 他这个事情被抓到之后 他不但是抄袭 而且最让我没办法接受是 他从今天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到今天为止 张善政没有一句道歉 他没有任何的悔意 或者任何一时觉得不好意思都没有 他就觉得理直气壮 不然你告我 不然我告你 就这种态度 这个我们如果相较于他过去在质疑 林志坚论文的那个时候的态度 我坦白讲 其实我认为他这个事情更严重 林志坚那个事情好好坏坏 另一回事 但是至少林志坚 那事情是他自己学位的问题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那我必须要讲 这五千七百万 他拿的是农委会的公款 这五千七百万是公款 是农委会用人民的纳税人 希望透过你张善政主持的计划 可以研究出一个让大家觉得受用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 所以我认为这个相较于林志坚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拿公款 然后又涉及抄袭 我认为这个有诈欺的嫌疑 拿五千七百万 结果你一半用炒的 我没把他夾去 没把他夾去 郭国文就说这就是A钱 A钱 A钱也是 但是诈欺也是 这个都是在欺骗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拿公款 我觉得这个比林志坚的事情 如果他觉得林志坚的事情 什么 这个道德标准 什么要怎么样 那我认为这个要乘以十倍 这样来 郭国文怎么说 郭国文是现在立法院 民进党党团的司机长 立委郭国文说 张善政主持的计划内容 如果仍有抄袭或复制的情况 我也不觉得讶异 因为之前2008年 就有许多抄袭的来源 2009年的期末报告是关键 他认为农业电子化的分析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最终报告里面 如果连这份报告都是抄袭 何来贡献可言呢 郭国文说 如果没有贡献 就更加证实 这5740万 不只是浪费空档 而是A国库的钱 现在你就说你没有抄袭 别人因为你就抄袭 周刊就说你非常严重的抄袭 对不对 那他现在有 他有做这个事情 只是很有做合理的使用 来 邦老师 他讲著作权法50条52条 我们拿出来看 50条是说 中央或地方机关 或公法人 他以名义公开发表的著作 在合理范围内得重置 请注意 合理范围 那我们要看 什么叫合理范围 如果你60页的报告 超了29页 这不能叫合理范围 因为你一半都是引用 即便你有加注士 那都不算合理范围 52条是为了报导评论 教学研究或其他正当目的 必要在合理范围内得引用公开发表之著作 也是强调合理范围 所以今天就要说合不合理 那我不需要讲 以目前看起来这个60页 这个可以说是1740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案件 如果有一半都是引用直接引用公研院人家的研究结果 你就是票欠 你就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纳为自己的研究 然后去申请这样的一个经费的话 当然是相当可能构成诈欺 因为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原创 包老师 你很好贪 公研院那个案到98万而已 98万 我用1千740万 我来炒98万来炒一半 等一下我来清1千740万 就好像我去本家餐厅买一个菜 然后我到另外一个餐厅去卖 用100倍的价格 我炒的 本来不是你做的 你说我炒的 那人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可是问题是我给人包装的很漂亮 给你感觉是我做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作为一个担任过科技部部长 科技部部长在台湾是说 你在这个科学研究 等于说你是相当直熬头的 才能够当选 我们每年要申请科技部计划 这五六十万 而且他是不同学门 你是大龙头 你是砍化各个学门 这样的一个科技部长 你竟然对于这样的严重的 大量的抄袭引用 我必须要讲 他应该出来道歉 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申请 科技部计划的学者 他们每年会申请通过率很低 结果你这样子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今天这样的问题 我农委会要站出来 我觉得农委会要组成一个小组 这是不是属于合理范围 但如果不属于合理范围 那他的这个五千多万 五千七百万 那些事情 这就是膝囊 我想就知道 六十个人超三十个 二十九亿 合理范围 所以这完全是不合理范围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亏他现在还在 当过科技部长还这样子硬拗 我觉得选民要做出公正的裁判 我觉得张善政这个研究计划 两大问题 第一个是有没有抄袭 第二个是这个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第一个抄袭的部分 我想张善政今天已经成任了 他说我有抄 但是他说这叫合理医用 他说你 他说我不是抄袭 我只不过是先拿来用而已 我没抄 我是拿来用 那以我对著作全法五十二条认定 我认为这完全不合理 因为他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什么叫合理使用 就你要以自己写的为主 以引述他人的为辅 你这个是六十页超三十页 你告诉我你以你自己的为主 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说公务员院 这边是研究所谓的IPTV 就随选电视 公务员院结案报告是在二零零六年 所以他的资料 当然只到二零零六 那我们知道零七零八零九那三年 其实全世界的网路的科技 包含随选电视 进步是非常快 张善政的报告里面 只到零六 他是零九年结案 为什么 因为他抄的内容 就只有做到零六 后面没有 你说你抄也抄 比较认真 我今天去抄我原来的东西 我后他三年交报告 我应该把后面三年要补充上去 就连补充都没有 你这叫合理引用 没有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你领了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到底给台湾的农业 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到这尊 到今天的危机 他讲不出任何一个 我只要求他讲一个 他讲不出任何一个 好 好不容易讲出什么一个叫IPTV 你知道他后面这个计划 还申请了两千四百万的经费 结果这个IPTV现在已经停了 已经没人看了 你花多少呢 对啊 因为说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再加一个两千四百万 差不多八千万 八千几万 开掉了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你告诉我说 这个叫合理引用 这个叫做什么 台湾农业的蒋经国 你讲的人不觉得恶心 我听的人都想吐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这个问题 他到今天为止 他还在逃避 其实张善政 我们要求你的不多 你就学林志坚就好了 你以前的竞选对手 开记者会把所有资料 全部摊出来 我这五千多万 我给台湾农业 带来了什么样的贡献 现在我们在用的什么制度 是我们当时研究团队 建议规划出来的 这样我们大家 还可以有一个 共同讨论的基础 他现在没有 还有一件事情 你看到现在国民党 几乎没什么人 站出来 而且洪瑜还有一件事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研究团队 有十几个人 到这几乎没几个人 出来替他说话 我相信这些 不是张善政写的 因为计划组织人 通常不会写东西 他大概就是 他负责要看要审核 可是当时写的人 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你们共同计划 是十几个人参与 照理说应该是荣辱与共 如果真的那么有成就 好张善政可能宣计没赢 那你其他人可以出来帮他讲 不对你们都误会 你们抹黑 我们当时给台湾农业 做了多巨大的贡献 没人敢拿张善政出来讲话 张善政如果你自己 再讲不清楚的话 这个案子会一路跟着你 到十一月二十六号 不过别忘了 农委会的契约里面是不准他抄袭 对 不准他剽窃 来 所以他现在不敢讲抄袭跟剽窃 他就说那叫合理使用 有没有做 有啦 好来 张善政跟国民党现在的招数是什么 就是说他把箭头指向宏击 那他一开始他们就自己一直在讲说 这是宏击 这是宏击 但是如果根据契约的话 基本上是乙方与计划主持人 除应付责任之外 那么乙方相关的计划主持人 都要付相关的法律跟行政责任 所以我的言下之意是 张善政你今天到上节目 到最后一刻你都还在讲说 如果我有拿一毛钱 我就退选等等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那你是不是在宏击里面认知 是吗 你也许这个五千七百多万 你是入了宏击的户口 不是进的货 那你有没有拿宏击的薪水 那你身为计划主持人 你要不要负相关的责任 但郑大哥你看 做就学法是说 个人或家庭为非盈利之目的 非盈利之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招善政 他拿五千七百万 非盈利目的吗 他那个是盈利啊 对 然后第五十二条是说 报导评论教学 然后或研究之用 在合理范围 那以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大家算合理范围吗 我只是觉得说 你真的不要硬 你就出来好好开一张 开场记者会 跟桃园市民说清楚 否则你就说 连朱立伦都讲说 我们给你破脏水 但问题是 如果你自己不出来 把话讲清楚的话 那你就好好的面对市民 到底你这个相关 违反合约的东西 对或不对 好 那这个魏云 有没有什么补充 做全法六十五条 就有清楚的规定 第一个要看他有没有商业目的 第二个是问看那个作品的性质的属性为何 有没有发表 第三个我是觉得是最严重的部分 就是值与量区别 请问这个一半以上 它的质量高不高 今天合理使用 合法的重制 是不是张善政说的算 不是 其实是要依照法院 依照这个六十五条的标准来去定义 那你这个值与量的比例到二十一二分之一的部分 其实已经过高 那今天张善政 我觉得他非常狡猾的是 他拿著作全法来作为他一个抗辩 可是其实他的违反法律的部分 我之前告发他是诈欺跟背信 为什么诈欺 就像刚刚楚英杰讲的 合约里面就有写到 不得剽窃 剽窃的话 他这个要返还这个当初的五千七百多万 而且还有宏击 还有会受损他的商业 那他是不是违反他的善良管理人义务 违反 那他今天做这个用超级 我说的诈欺的不证方法 他以这个不证的方法 取得这个计划的内容以后 他是不是有获有利益 我说他是诈欺得利罪 还有他的背信罪 他今天一直一再的 以著作全法作为一个规避 他是为什么 他要把宏击拖下水 那我今天有一个 我是中立人这边写说 张善政说他是重制 请问大家一千七百四十万的重制报告 你重制了一个东西 就可以得到一千七百四十万 这是合理的吗 而且这一千七百四十万的报告 是抄袭这个工研院九十八万的报告 那是不是太好赚 那这个是不是货贝这个十倍 那以后大家都不要去那么认真做研究 我们就抄袭就好了 对不对 他现在真厉害 人家说你抄袭 他说我合理使用 人家说你复制 他说他重制 对 他说专门用这个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他本来是把撒给民进党 看张善政辩论 辩称前两年 他是因为是三年的计划 他说前两年是扁政府验收的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向农委会调阅资料 发现张善政说谎 事实上三年的研究报告审查 都在2008年5月后接手的马政府时代 来全部三个年度的验收审查 都是在马政府任内 连第三年度2009年的 封存不揭露的决定 都是在马政府任内 所以王定宇说 你的道德层次真是高 连这个都要说谎 这个人说他没问题 你信吗 那我想请教一下 子泽兄 你怎么看 洪英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因为王定宇很认真 跟农委会要的资料 对 你看那个表中间第三 第三项叫支付日期 支付日期是97年6月12号 跟一个97年7月1号 支付日期跟审查日期一样吗 王定宇委员 我坦白讲 我不敢说是哪一天审查 可是我特别看他拿出资料 我告诉你哪一天审查 2008年5月27号通过的 那不是那是其中报告 那之前还有 他总共支付 2007年的期末报告 就是在隔年5月27号才通过的 马英九跟陈武雄520上任 是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他的支付日期一个是6月一个是7月 那审查日期 坦白讲这个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他的审查日期是在之前 那请问这个案子开的时候是谁开的 不是不就这本贬政府时期开的吗 而且他的支付日期不是只有 开给你 但是没有叫你这样超 不是说他标到案子有问题 是他超成这样子大家觉得受不了 我们没有质疑这个标案有什么问题 这个标案是希望能够让农业 但是没有想到来标的来者不散 前当然要先给人家去执行嘛 但是你执行完之后你发现说审查发现你这个是抄袭嘛 那是马逊武时代扔定的 抄袭的部分我会再回应嘛 我要讲的就是王定宇的资料 可不可以再精准一点 告诉我们你的审查日期 因为他的文的确只有支付日期 不是审查日期嘛 那审查日期拿出来 我们再继续讨论嘛 那的确开标的时间确实是 那审查日期他有跟你说 是啊 把公文拿 我们请王委员把公文拿出来 再来 第一个刚才讲 我坦白讲 我常讲问题不在大小 态度是关键 事实上上个礼拜周刊一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张善政他除了解释他这个研究案的来龙去卖以后之外 他特别讲了 他有道歉啊 他特别讲了 他说我们的团队成员很努力 这个若有遗漏摆密一书的地方 他愿意代表整个团队跟农委会致歉 所以他的态度很清楚 这个事情他认为我不是抄 但是如果里面有这个引柱出处 不仔细的地方 有疏漏的地方 他愿意道歉 这就是态度啊 你比较起来您之间已经被两个学校 中华大学跟台大学人会都认定你是抄协 到现在一句道歉都没有 我认为这个高下立判 再来就是说这个案子钱到哪里去 刚才特别讲这个是宏基当年这个标的案子 所以张三正他信誓旦旦说如果这个钱有一毛钱放在他的口袋 他愿意退选 那这也是态度嘛 所以我当然绿营的朋友 后来证明如果拿了一百万又不是一毛钱 这硬拗嘛 这个连我都辩护不下去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若有遗漏百密书六十月超二十九月 请问密在哪里 输在哪里 当正在说百姓 若有遗漏百密书 我前往你这整个报告总共几页 总共几页 现在讲的是指报告 希腊 我说整个研究报告是一千多页 我坦白讲抄袭的部分 我不敢 任何人都不应该 我自己也不敢帮他辩护 我都讲 以前李梅珍的事情 我也是在这个节目讲 就是说他到底是疏漏 还是说刻意的全部都在抄 这个要去分别 我说真的我不敢 我说错就是错 我也认为像那个镜周刊 他有做出那个比对分析 我认为是 看起来说你有这个什么 相似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注明出处 如果没有 当然是抄袭 抄袭的比例 你的严重性 这个都要进一步去探讨 这个刚才特别讲 你的原创性什么 这一份报告叫农业电子化 发展策略分析 基本上他严格抢 他不是跟一般的学术论文不一样 他主要还是搜集资料 那当然不管是搜集资料 还是不是搜集资料 都不能抄袭 主要是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 然后提供政策分析 因为这个不是论文 所以你要你要不要 我来做就好了 不是啦 宏益哥 这不会是只有张灿政策 每年政府多少的标案 是类似提供给 提供给这个业界或学术单位 中金院台金院 来做这个研究报告的 政策分析在哪里 什么啦 当然这有没有跟我们讲 他正分析了什么政策 可以 他这个报告整份 也许可以问一下当时的农委 会辅委苏家权 如果他没有加持 为什么这个 这个计划要分个三年 每年都给呢 如果第一年都觉得很烂 那就不要给了 还给了第二年 第三年 不是没有道理 都陈武雄给的 等一下回来 他到底做了什么贡献 这个卓冠婷也有一个爆料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这广告 今天主席有一个黄荣文教授 是彰化斯万大学兼任教授黄荣文 他说 为了化解大众疑虑 张善政唯一能做的应该就是 召集当初执行研究案的 全体主持人召开记者会 各自针对前述的问题 一一回应 告诉国人 你的研究成果 对台湾农业电子化发展 有哪些贡献 如果结果是丰硕 而且具有具体激政的 就可以堵住悠悠之口 抄袭质疑的冲击 自然大幅降低 到现在他有做这个吗 没有 没有啊 12月你会叫叫来嘛 红萌嘛 问到百嘛 对不对 他说难尔张善政不图此举 不这样做 一开始就表示 研究报告不是论文 所以不能相提并论 意思是什么 有插帽 有啦 这都不是论文 再来 深圳不怕影子邪 之后又说 那五千七百万的经费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选 以强调他的清白 这种诉诸情感热索的方式 或许能够呼啰 寻常百姓或者是那些不理性的韩粉 但对广大知识分子你是不管用的 好 那黄荣文就觉得你应该站出来 带那12个人出来开记者会 接受大家的挑战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贡献呢 如果要按卓冠庭说的 如果没有贡献 开国家很多钱 国家又失败了 卓冠庭看 据称因为有部分的内容 当年要去争取竞争型预算 所以先隐藏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第三年 那他说当年 他为什么要隐藏 因为要争取预算是一个叫做IPTV 农业随选视讯系统的东西 要隐藏是因为要做这个IPTV 他说坦白说 我看完报告 我觉得不公开的原因 除了抄还有混 根本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他说农委会真的照张善任的团队 建议去推动 他那个三年的那个建议有了 有了以后就去推动 推动的期间也跟张善政担任政务委员 期间重叠 2010年农委会弄了一个叫建立 热火农村数位电视 电视网 及在地资讯服务体系计划 这个2600万的标案 最后由中华电信得标 不意外的林真也是这一案的评委 林真在退休前还跑去发表会参一角 所以张善政担任就1736万 国家上2600万 总共4300万 结果呢 他说热火农村热 对不起 热火农村热去go 这个粉砖 从2010年底创立 2012年4月就停止更新了 追踪数861 对你没看错861 我想请教一下 861人吃就 我自己的脸书粉砖 我一毛钱都没花 追踪数是8万多 所以如果 结果他花2000几万 所以他应该 政府应该给我一百八 两千几万的一百倍才对 所以他两千六八万 八百的人 一个人三万对吗 对啊 用钱八万 没需要花这么多 所以结论是热火 他说热火农村数位电视网 官方网站现在已经坏掉了 而且没有人连上去 对你没看错 整个电视网的网页 坏掉或关掉了 张善政第三人的研究 导致国家负了4300万 提出的这个 跟前面两期研究毫无关联 移花接木工业链的计划 催生了这个水选系统 然后不到几年 就炒炒结束 所以这是一个 有贡献的计划吗 没有嘛 是嘛 不好意思 不是没贡献 是害国家花了几千万 而且拖了 把这个进度 这个拖住了 好 那么这个 佐贯廷的这个爆料 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从来没有听过 冰淇淋是用米做的 那它还算是个冰淇淋吗 找来主持人结合农村风光 乍看以为美食节目 但上架十一年 点阅率只有六百多次 这个乐活农村系列 YT点阅率大部分落在一千次以内 是张山正团队在研究计划中建议 被农委会采用后 推行的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 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开播记者会 2011年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开播 盛大举办记者会 为了推广农村观光 前后拍了三十部影片 但随机访问农民 你看过吗 你不要拐啊 没有拐我 我这样没有听过 你曾看过啊 这样讲起文字很差 农民有点陌生感 实际上这个专案当年在张山正团队 建议之后 农委会办理花了两千六百万 委托中华电信拍片 以及在MOD上架 当时主导者和标案评委 就是时任农委会资讯中心主任 林真 林真当时出席活动电视网风光亮相 但2010年创立的乐活农村粉丝业 经营两年就停止更新 最终人数只有861人 点进官网或只网页不见 影片页面也出现错 我强烈的建议农委会要这样做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隔年2010年结案后 哇 农委会就真的照做了 一次编的多少钱 两千六百万 编下去之后果不其然 这个案子当时要招标 评审又是林真 又是前面几个案子的评审 这次人钱还有这么好用 催生乐活电视网的报告 超市公演院 领走一千七百万 为了推广再发两千六百万 这宣传效果值不值 第一线农民的反应最清楚 好 来 方老师 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六十页里面超了二十九页工研院的计划 你就直接要解决请参考NCC委托工研院的那个 所谓的这个IPTV计划就好了 有道理 但是我会再加一千七百三十六万 左减三十六万 那也算我们国库省了三十六万 那你省了很多纸 你还可以省纸对环保 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是有贡献的嘛 你超了那么多 今天张智震还大言不禪说 当时农员会主委是这个这个苏家权啊 苏家权同意了啊 苏家权同意是希望你不要超啊 没有要你超啊 苏家权是同意你执行这个计划 因为大家尊重你 你是一位当时在宏基任职 你又是大学教授 肯定你给你这个计划 你不知珍惜 刚刚看到一个时间点 他第一年是2007年到1月到12月 他是三年期计划 如果说他要继续第二年 他应该在2007年大概十月份就要开会了 因为我们要先把这前面八个月的成 十个月的成果做一个厘清 很好我们就可以一定是从2008年的1月1号开始嘛 没有 拖到2008年的刚刚讲过5月27号 陈武雄上台之后 其实马英九1月份就当选了嘛 拖到他 陈武雄担任委员会主委 一上任就立刻开会 开完会就持续下去 那为什么delay了半年 表示那半年的时候还是陈水扁在执政 他不敢开会 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开会 五个委员有三个委员认为分析规划严重不足 只有一个人护航 那个人叫林真 林真当然是农委会的资讯中心主任 他就独牌众议 那我问你啊 我们今天三个都是外面拼来的委员 农委会是你们的计划嘛 你们农委会的人都说OK 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给你们花的 我只有你的两千块出席费啊 我干嘛去跟林真吵架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有严重的问题 还有我不需要讲哦 最近有人有掏出来说他们出国访问 有人看到那个行程 说好像是旅游团 这个我觉得要再追 因为出国旅游 我跟你讲水分最多 因为他是包给旅行社的 那包给旅行社 只去一个持续拜访一个单位 其他都没有行程 那可能就是去玩嘛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啦 这个都可以去查啦 所以接下来今天已经有人爆出来了 可能有这个问题哦 接下来这个问题只会越滚越大 还记不记得桃园啊 我们前几天有找一位朋友 因为他挂了一个看板 叫做道歉退选 还钱来 那这个人叫李博社 李博社说他就叫桃园妈妈 那他收到这样的东西 这个不要连 李博社你不要连 我想请问这个博文 这样是要做什么 这就是恐吓啊 这很明显恐吓啊 而且这个恐吓是非常不入流的恐吓 而且已经造成李博社 李博社今天去报案了 他穿着防弹背心去报案 因为坦白讲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恐吓 现在是不能透论一下 当然当然不能透论啊 这个事情 我要说五千七百万 这个是拿大家的公帑 每个纳税人的钱 这个事情才应该要讨论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张善政阵营 等等 当然这件事情 是不是张善政阵营做的 这个我认为应该不是啊 这个警方要把它追查清楚 但是重点是 如果想要把这件事情 就当作是这个 这是政治案件啊 这个是选举啊 然后把这个是非 把它模糊掉 我认为这个事情 是大家没办法接受的 扎扎实实的 请张善政出来说明清楚 是 后来 张善政啊 现在证明他有做这个事 我们认为是抄袭 他认为是叫做合理的引用 张善政近期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自曝 有跟太太讲说 自己可能会被打 外面有小三绯闻的情况 他也提到 自己太太听了 气炸了汗 我出来讲 张善政则要他别一下子就出来 张善政说 自己的太太认为 如果他真的有绯闻的话 再跟韩国瑜选总统副总统 早就被挖出来打了 还等到现在吗 郑运鹏今天出席活动 被问到这个事的时候 他说 他自己是没有兴趣 也不会去探求别人的隐私 因为选举正面很健康 他也没有听过张善政有什么绯闻 但是张善政好像以为自己 别人要去挖他的私生活 我是完全没有兴趣 他说张善政如果觉得 有不妥的地方 或者要用这种打预防针的方式 来做选举操作 这个也不是操制在我 这部分我就比较不了解了 年华我请教你 为什么他自己说外面 他有小三 这就吃到韩国瑜会催化 韩国瑜2020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自己讲说民进党要攻击他有小三 从头到尾也没人讲他有小三 从头到尾根本民进党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 韩国瑜有小三 那张善政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拿一些旧文来想要转移 研究报告案的焦点 事实上那个旧文是在2020总统选后 当时的中国时报有报导 就是说张善政的 因为他当时是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会有国安特勤保护他 那当时的国安局长是邱国正 因为当时的在野党有质疑说 你们这个保护总统候选人的 是不是要做这个情报收集 所以邱国正三令五声交代这些特勤人员说 除了特勤工作保护候选人安全之外 其他事通通不能做 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 因为你知道这种国安特勤他的路线 因为要有地方的警察配合 所以事先都要先讲 甚至前一天就要先通知说 我几点大概到哪里 因为会有交管跟维安的问题 可是发现张善政的车队好几次 应该不是好几次 是很多次不照既定的路线走 然后后来发现 原来是可能是送或是接 他当时的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叫黄小姐送他回家或是接他上班 所以当时这条路线被他们特勤人员 戏称为公主路线 那当时随车的一位组长 他不只没有阻止 甚至还要求其他的特勤人员说 这个不要写在报告里面 改更改路线不要写在报告里面 对然后去接送这位黄小姐 不要写在报告里面 因为特勤人员都要写报告 其他人他有没有接送 没有 目前没有 目前知道没有 对好 所以很有趣 后来这位组长 事后这个事情被媒体爆料之后 国安局是有惩署他 有做行政惩署 所以证明这件事情 对不对 不对嘛 对不对 好 张善政今天记者问他 他也不否认这件事情 他说你总不能让女生半夜 自己走路回家 张善政很好 你非常的绅士 那请问 你的诺大的竞选办公室 只有黄小姐一位是女性吗 其他都没有女性 还是说其他女性 比较適用 可以自己走路回家 其他女性走路回家 没有安全的顾虑 只有这位黄小姐 有安全的顾虑 你不是越黑越大康 你不是越描越黑吗 其实我觉得你 你说好 因为这位黄小姐 其实他跟张善政 在一起办公很久 从他进行政院 就在他办公室 你说好 两个人 这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有时候比较熟一点 偶尔顺路送一下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但是第一个 你不要让你 限你的国安特勤人员于不义 今天如果你自己开车 你要每天送我 也无意见 问题是你限你国安特勤人员于不义 第二个 这个送的会不会 接送的会不会太频繁了一点 那你不怕你办公室 其他女性的同事 他们觉得怪怪 为什么老板说 不可以让女生半夜走路回家 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 那只有黄小姐不可以 其他小姐都可以 大家不会觉得奇怪吗 当然我不是影射张善政 跟这个黄小姐有什么小三的关系 我只是就当时媒体的报导 跟大家转述 但是我觉得张善政 这一题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这一题 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 重点是你的研究计划 你还是要交代清楚 好 那这个是旺报 吴婉玉小姐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 那时候我可能在竞选总统副总统 对吧 二月二十二已经选完了 二零二零已经选完了 因为一月十六就投完票了 一月十六投完票 所以他是选完才写的 选完之后才写的 选完之后一个多月写 对对对 公司当时维安车队 因为他是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有维安车队 维安车队经常受到指示 特地绕路接送非维安的对象 所以被戏称为那条路线 叫公主号路线 人士这个人士说 维安车队经常受指示 特地绕路到时任欢迎人 黄曼兴的住处 只为接送他上下班 为了掩人耳目 甚至指示 参谋不申请前倒车 也不申请店后的警车 不进行红绿灯调控 也不管自交通 那时候张三郎有坐在车队吗 这就不知道 不知道 他如果没有坐在车队 问题越大 因为保护对象不在车上 你车队这样自己去接人 你是动作买菜吗 他如果有在车上 他如果有在车上没有前倒车 也没有电后警车 这就危险了 你县维安人员不易 而且还不管自红绿灯 也不管自交通 甚至有多次到路警卫区 已经到港了 却突然改不到港 严重造成警力浪费 而接送发言人的行程 也被驾驶官戏称为公主号路线 方老师 什么叫公主号路线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是黄曼星是韩国瑜 总办进办的发言人 他不是你张善政的发言人 要接送也应该是 韩国瑜去接送吧 怎么会你张善政 你是副总统候选 我稍微說 不好意思 如果我是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我副总统候选人 我会叫同事公 你才知道 应该是这样吧 那为什么他要找这样的团 这个维安的车队去送他 就是要以他的身份维安 必须要去保护他 他只是发言人 对啊这不行 这很离谱 这个其实不是 我觉得张善政 如果下这样的指示 我就是要调他清楚 这国安人员他保护的 例如说你是张善政的亲属 你是张善素的 张善政的这个儿子女儿 太太 那不然就是说 特别有申请住民的什么亲戚 否则你是什么身份 发言人没有在保护的 发言人还要保护组织 怎么是发言人 我还要国安车队送你 这个有问题 这个东西 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因为这是国安团队 国安的保护 那个是纳税人 纳钱纳税人的钱 请国安人员去保护 这个有特定对象 你怎么可以说 我说国安团队 你去保护我的发言人 你去保护我的谁谁谁 这是不对的 方老师 我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解读这个事 有多次道路警卫区 已经到港了 已经到港了 意思就是说 那支极 控制统统统统 警察又来了 对对对 然后突然改说 不到港 就你们不用了 你们撤了 撤了 那一个路可能三四十个警察 可能还不同分局 因为我要 这可能是横跨分 大安区不同 我的警察 我到骑人摩托车 可能冒着下大雨 我到那边等 准备要去控制了 你的那个交通 红绿灯 因为我要一路顺畅嘛 就说不用了 取消 你今天你是为什么取消 你是为了要送华曼西 怕被人家关注 你取消吗 那我们这些警察 这些警力是干嘛的 为什么一个发言人 会需要到这样 就很奇怪 问林楚音 他也是发言人 对啊 那个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 首先我要先讲一个 是我听说 这是媒体之间 媒体同业告诉我的 就是 静周刊 他们每次出刊之前 其实都会先打电话 去跟当事人 做求证跟回应 那么听说 在第一波静周刊 要公布的时候 记者打电话去 给张善政 张善政他们那边是 直接问他说 你想问的是匪文跟小三吗 他们说 蛤 你在怕 不是 我们其实是要讲你的 那个五千几百万的论文 消息是这样传出来 然后包括呢 他自己就去安排了 这个 另外一台电视台的专访 然后自己讲出来 所以 整体 我自己身为发言人 首先我先回答 董事东有没有送你回家 没有 而且我们常常有时候 半夜开选举会 开到十二点 我也是自己做记者 因为立法院的公务车 只能用到晚上九点以前 而且这是进选行车 所以我没有做 我都自己做记者车 等一下继续请教你 让我进一步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观看